吵它,微波它,煮它? 哈哈哈哈,no no no! 欢迎你我他一起来给话题加温,热话题! 今天中美二人大中和加美在热话题当中跟听众朋友讨论一个题目叫做过劳。 你有过劳的现象吗? 现代人生活普遍忙碌,比如说在大陆白顶上班族,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很大,而且有忧郁现象。 超过三分之二的上班族认为自己健康情况欠佳。 根据了解,这些年大陆已经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的大国,非常惊人。 这个还是不要第一名好。 工作压力导致每年过劳死亡人数达到60万人内。 嗯,太多了吧。 所以太辛苦,太忙了。 是啊。 要好好休息一会儿。 嗯,最近有一则新闻是这样子报道的。 日本上班族因为长时间辛苦工作而过劳死的问题呢,其实已经存在数十年了。 但是呢,日本政府最近借着立法想要缓解这样的问题,可是在上个月会计年度,日本过劳死的案例仍然是创世界新高的。 这是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 哦,华盛顿邮报报道,截至三月为止的上年度,日本因为过劳死申请补偿或准的案件高达了2310件,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即便一年半前已经立法要限制加班时数,并且鼓励劳工要休完该休的嫁,这就是所谓的你嫁给我,我自己嫁给自己了。 但日本职场呢,超时工作的文化呢,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呀,咱们中国也快追上了,也不容轻忽。 每年都有数以千计日本的劳工过劳死,有一个日本劳工过劳死了,他在生前最后一个礼拜工时大众哥猜长达多少小时呢? 那一定很长咯,一天14小时吧。 14小时,no,他在生前最后一个礼拜工作时间长达了90个小时。 啊,太辛苦了。 是啊。 这个过世的劳工,他的爸爸呢,就说,第一次看到不是公司老板,却这样卖力工作的人。 嗯。 这样的文化呢,是开始于1970年代,当时日本的薪资相当的低,所以员工很希望加班,增加收入, 所以他们的加班文化,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了。 嗯。 另外,雪上加霜的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呢,企业就开始盛行雇佣非正职派遣的员工,为了要降低人力的成本。 这更刺激了一般正职员工殷勤的工作,所以呢,现在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的员工呢,是家常便饭了。 在关西大学很有名的教授,他说,在日本的职场加班的文化永远是存在的,几乎好像是排定好的工作时间一样,那是他们的一部分。 没有任何人会强迫你加班,但是员工总是觉得,唉,这好像是义务一样,所以就不得不加班了。 其实每个礼拜基本的工时虽然是40个小时,但是好多员工因为怕烤鸡变差而变得自愿加班,因此呢,也衍生出了免费加班这个新的词汇。 哦,如果是出于压力的话呢,那对身体健康就不好了。 嗯,过去呢,很多人会觉得过老死啊,是男性的专利,但是近几年来也发现, 女性跟年轻人有暴增的迹象,所以啊,我们都要十分的小心留意啊。 是啊,人终究是有限的,我们能力非常有限,如果超过自己的极限的话,整个人的身体会耗损的很快。 嗯,会走衰。 如果暂时没办法改变工作状况呢,其实要学习有智慧,有效率的工作,尽可能为自己争取更多休息的时间。 因为留的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不怕没柴烧。瓦丝烧。 啊,瓦丝啊。 哦,是啊,我们不能勉强苦撑啊,有人只知道拼命工作,结果把身体弄坏了,身体不好啊,工作效率就降低,工作效率变差,他更紧张了,更觉得有压力。 就想要加倍努力工作来弥补,结果造成恶性循环。 嗯,我们刚才一直谈到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过劳死。 这个过劳死呢,这个词是来自于日本,是一种职业性的突然死亡,或者因为工作过度导致疾劳成疾而死。 它的原因呢,是由于刚才大众哥说的压力,压力呢,会引起心脏病的发作,或者是长期疲倦所导致的中风致死。 嗯。 第一宗记录有过劳死的个案呢,就是发生在日本,所以这个名词呢,过劳死,也是源自于日本。 这个词应该这么理解啊,过劳猝死,突然之间死亡,可能是心脏病, 或是有哪些身体的不舒适,突然之间他就离开世界了。 嗯,这个第一名发生于过劳死的个案呢,在日本。 这位劳工他是在日本最大的报纸公司,当时他才29岁,他是做海外运输部的男性员工。 在他工作的期间呢,突然中风死亡。 这个事件起初大家并不以为意,因为这是第一起个案嘛, 一直到198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同公司的几位比较高职位的行政人员, 也正值在壮年期,却没有明显的疾病。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也猝死了。 所以呢,当地的媒体呢,就马上针对这样的事件来报道, 并且呢,很快地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过劳死。 所以现在过劳死的状况呢,不只是在日本发生, 在香港,在台湾,好像东南亚地区, 黄皮肤的人种比较勤奋努力哦。 反观欧美人士,他们好像一年一定要放个年假, 他们一定要到国外呢,去晒个太阳,做个日光浴。 是,因为他们觉得灵魂还没有回来, 每天拼命赶路啊,这个灵魂已经远远落后, 所以要休息一会儿,让灵魂回来以后,才能继续上路。 其实不同文化对于工作的认知就不一样。 嗯,盼望今天透过过劳的新闻以及过劳的现象, 我们稍微了解,也关注一下自己的工作以及身体的状况。